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毓民 一息尚存,繼續發聲 MyRadio要不要運作下去,要靠大家的支持 毓民在這裡提出兩個要求 第一,請付費支持我們的節目 第二,請訂閱YouTube頻道 讓全世界各地的華人都看到我們的節目 令到MyRadio可以原歌不絕 大家可以經PayPal、PayMe、專數快 或者Patreon吊交月費 在這裡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的月費計劃 為你解決所有疑難 買機票還有機會拿到優惠 快點打來6214438 找宋先生了解詳情 今天23號也是大家交台費的日子 講起台費 我們有很多節目 請大家支持 這是從2012年開始的 那時候,梁振英選到做特首 就有689票 所以我們的台費是68.9 不是689元 689元是沒有人給的 689元,你可以689成N次 有很多朋友為了支持我們 有很多朋友為了支持我們 就是689元 689元 對不對 小數可能會 給不止689元都有 齊頭給1000元 都有的 OK 他不是硬性規定 好玩而已 所以就68.9元 到了2017年 改成是777 77.7元 現在這個777 你什麼禍港央民 我們還要收台費77.7嗎 77聲 是不是 這個致婆 現在我們就是 現在大家上架看到 最低消費100元 是不是 提醒各位 交台費的時候就是 以前還有人交77.7 不是沒有的 但是多數都不會 交這個數目 多數都是給100元 或者100元以上 這樣 在這裡 因為Nelson要我在我節目上講的 所以我就 附帶講一講 是不是 那麼 請大家繼續支持 這個MyRadio 交台費 OK 那麼說回2019年 又是這個位 他是皇帝來的 你看 習近平說什麼呢 我們現在是去解讀的 就是 給大家一些思考線索 是不是 那麼 我們一位年輕朋友 剛才跟我說 他說我看得好像每次都一樣 當然不同 共產黨的語言文字 它是沒有一字放鬆的謹嚴 一個字都不可以錯 OK 全部有意思的 是不是 就是我們看共產黨的書 共產黨的文告 看了幾十年 我們很清楚的 是不是 譬如說對於這些地方行政首長 他不會罵你的 除非你違紀違法 是不是 那麼 出的那些公報 就是會 那些公報 就是會 罵到你很糟糕 是不是 你動這個 薄熙來的時候 動周永康的時候 當然是這樣的 在太平盛勢的時候 就算不滿意他 都不會打開口牌的 只能夠在那個 說話裏面 有玄機 很多時候就是這樣的 那麼19年 是12月16日 喂 那個是香港發生 一個有史以來 最大規模的反政府運動 而這個反政府運動 是令到北京 覺得最不滿意的 就是 他反了中共 是不是 他不只是反特區政府 是不是 他反了中共 是不是 甚至乎 讓他認為你是勾結外國勢力 是不是 還有 就是主管港澳事務的人 特別要強調那個所謂 港獨的問題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最清楚 說什麼毒 數來數去就只有那些年輕人說 而已 是不是 港獨是一個偽命題 我經常說 是說而已 喂 那這些年輕人 對香港 未來的遠景 提出他們的主張 那是什麼問題 是言論自由 大哥 這個是 而這些所謂有人提出主張香港獨立 譬如你共產黨一手造成的 是不是 就是等於今天台灣 是不是 那些年輕人全部都是天然獨 是不是 他一出生 就已經是一個民主社會 是不是 那然後呢 他一出生 到他讀完大學 他面對的就是 哇 哇 共產黨的中國 天天壓迫台灣 是吧 可能他會 撒你什麼 撒你中國 是不是 留下你國民黨的那些老人 撒你真是 是不是 誰會 不會的 是不是 香港也是 你造成的 大哥 好了 那 他講什麼呢 19年 他說即將過去的這一年 是香港回歸祖國以來 局面最為嚴峻複雜的一年 這些就不是那些 18年 17年說的那些 那些是善重善土 勉勵也有 讚揚也有 這個就是 對於香港的形勢 嚴峻複雜 當然會不滿 難道他很滿意 真是 沒有可能滿意的 面對各種困難和壓力 你堅守一國兩制原則底線 依法施政 確盡職守 做了大量艱苦工作 你還帶領特別行政區 政府積極回應社會關節 採取一系列政策措施 輔助企業舒緩民困 認真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問題 對你在香港非常時機 顯出勇氣和擔當中央市 是充分肯定的 這個是針對林鄭月娥 在過去一年 都代表 我都看出你 在這麽艱難的環境下 你所做的事 因為那時候還是在亂 你如果那時候去踩她 踩這個林鄭月娥 或者對她 表示極為不滿的話 香港是逐亂上加亂的 香港是 是不是 所以又用那句充分肯定 表現了勇氣和擔當 什麼事是你搞出來的 是不是 有些人說 喂 這個逃犯修訂條例 可能不關林鄭月娥的事 可能是北京要的 是不是 我不管是北京要 還是你自己在這裡 擦鞋提出來 是因為提出這條法例 你處理不當 搞到天路人怨 有一個建制派的朋友跟我說 我最記得的 那天在馬牆 一個是政協委員 另外一個是立法會議員 她跟我說 她說林鄭月娥 如果當時 在100萬人上街 那一天 她發的聲明 不是說 喂 6月12號 12號 如期 恢復餘毒 在立法會 撤回這條條例 以後的事都不會發生 那 就是 這個是 我當時提出一個這樣的問題 那兩個哥哥怎麼說呢 他說如果他這樣做 北京不會責任的 是不是 你自己衡量 喂 等於董建華當年他收回 那23條一樣 是不是 那可能林鄭月娥就是 如果我好像老董那樣 我 就範 我收回 那就一樣要下台 老董也要下台 你23條下不了法 是不是 那你現在反送中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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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管修正條例 和23條怎麼比呢 是不是 那個是說 香港和大陸 是不是 互相遣送 那些罪犯 大哥 是不是 是不是 甚至香港和台灣 互相遣送罪犯 是不是 最近台灣和大陸 才互相遣送罪犯 是不是 那個不是問題 現在始終談好就搞定了 是不是 那和23條怎麼比呢 如果林鄭月娥這樣想 你堅持到底 那到你堅持到底的時候 局勢一發不可收拾 是不是 那就算是中央叫你做 你都處理失當 是不是 即是等於23條立法 董建華 你說是否中央叫他做 那百分之百 是 因為基本法23條 寫得很清楚 特區政府應自行立法 那什麼時候才叫他應呢 那03年你認為應該 那你當然要上報中央 中央說OK 那就做吧 那這個保安局就制定政策 律政司 就寫法律 其實就是這樣 是嗎 所以19年 這個逃犯修訂條例 搞到會變成一場 鋪天蓋地 波蘭撞闊的反政府運動 大哥 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 林鄭月娥也要負最大責任 包括當時的建制派 也有人認為 喂 你停一停 如果不然 我們的選舉會會倒閉 大家看看那時候的新聞 看看我們去年出的那本 夏文義約上天然氣 你看看 很清楚的 到最後已經一發不可收拾了 你就要他出手了 是嗎 所以19年 你看看 還有一段 我們將繼續支持你 帶領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依法施政 堅定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 堅定支持愛國愛港力量 並希望香港社會各界人士 團結一致共同推動香港發展 重回正軌 這一段 就是 教訓你的 接下來 你就要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 所以那些警察為何這麼困難 所以那些警察為何這麼困難 是嗎 有北京做後盾 這個是 是嗎 所以那些警察那時候 就惡得沒有人有 是嗎 所以這一段很清楚的就是 這一段就是教訓你的 你一定要這樣做 是嗎 所以林鄭月娥 我 在19年的時候 是嗎 就是 在禮賓府閉門見客的時候 就說過 我們除了三萬警力 一無所有 就被路透射爆了出來 OK 所以那些警察 就變成了法西斯警察 就是這樣來的 那這個一定是北京的意思 所以你看回19年那個 就是習近平的說法 這個就很清楚了 到了2020年 那就有疫情 是不是 所以要視訊 我們看看說什麼 主要就是說這個 就是你和特區政府 尋著應對修例風波 新冠肺炎 疫情外部環境不利 帶來很多嚴重衝擊 想方設法維護秩序 比如說航空疫情書 加民國外 取得定成效 好了 接著 這一段才最重要 前面那些也是 你特區政府應份做的 是不是 後面這段 特別要指出的是 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 頒布香港國安法後 是不是 你帶領特區政府 堅決執行依法止暴制亂 努力推動香港重回政鬼 在我們的說法 你就開始實行暴政 林鄭月娥 就根據共產黨 就是 要實行暴政 你去執行 是不是 這些就不是你特區政府的自治範圍 是不是 已經沒有講人治 講高度自治 很清楚的 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 頒布香港國安法 你帶領特別行政區政府 堅決執行 依法止暴制亂 努力推動香港重回政鬼 再涉及國家安全大是大非問題 你立場堅定 勇於擔當 敢於擔 展開愛國愛港的情懷 和對國家對香港高度負責精神 對嗎 那又是對你的表現充分肯定的 最後一定是這句的 但是這一段你要留意 國安法是人大常委會制定的 大哥 就是說 現在不是你作主 對不對 人大常委會制定 頒布國安法 你就要堅定執行 對不對 這個就是2020 是視訊 好了 好了 到今年 今年這個就是 究竟你有沒有得留下呢 大家可以看看這一段 對不對 我們現在 只有幾秒時間休息 待會兒再說 再說 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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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